他在工作吧 我觉得就是一心一意 而且充满着热情 充满着激情 我父亲对周总理 那确实是非常非常的敬重的 他一生他自己就以总理为榜样 然后去那么工作的 实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日前 中国志工党中央前主席 黄定臣之女黄启明 向中心社记者讲述了父亲 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渊源 黄定臣1901年出生于广东 还封县黄腔 留日学一期间 便多次参加中共领导的 反递爱国行动 在黄启明家 记者看到 圆盘为底的周总理画像 摆放在客厅处 把他买回来的时候 我父亲也特别高兴 所以这个等于一直就在我们家 摆着 这样呢 就是凡是我要见到 那个有总理的照片 我一定就买回来 翻开黄鼎晨纪念文集 黄鼎晨与周恩来交往的画面 便浮现在眼前 他曾在回忆录中记述 自己从1925年就仰慕周恩来的英明 抗日战争期间 黄鼎晨在重庆行医 并担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 常到八路军办事处 新华日报社和周公馆等处为大家看病 有机会见到周恩来 经常就是那个 看到总理啊 董老啊 他们那些就是在八路军办事处 那个就是特别 他说特别的忙 那天就是 当时还在那个 郭木洛家里头 然后召开一些那个 座谈会 主要是对一些民主人士的一些座谈会 然后在座谈会上呢 总理就是那个从带来那个延安 这个带过来的小米儿 红枣 然后让他们熬那个小米红岛粥 然后请大家来吃 很平易近人的跟人家交谈 有些大家一些问题呢 他也是寻寻善用的吧 然后一些耐心的讲解吧 1946年4月 黄定辰在参加中国志工党中央 干事会会议时提出 志工党一定要明确表态 参加中共领导的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我父亲在会上就提出来 就是说现在在革命和反革命 这之间呢 你没有 你想那个走中间道路 这个党派也是没有的 反对这个那个 就是那个那个 封建主义帝国主义这个 你必须要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黄启明告诉记者 会后黄定辰加入中国志工党 与一些志工党上层进步人士 酝酿筹划改组志工党 整顿党务 1949年 黄定辰从香港赴北京 参加人民政协筹备会议 黄定辰在回忆录中计述 志工党能够走向革命 成为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中 八个民主党派之一 是与周恩来的支持帮助分不开的 那时候他们那个 这些参加筹备会的人到北京来吧 都住在北京饭店 总理呢就是经常的就是 到北京饭店去看望这些大家 然后跟大家一块那个聊天啊什么的 真是贫义近人 建国后黄定辰在中央卫生部工作期间 常去向周总理汇报工作 黄启明介绍父亲一生以周总理为榜样 对于汇报内容 起草文件等 父亲都亲力亲为 我就说你怎么那么忙 我说你真是一头老牛 他说的那总理日理万机 一天就是就很少休息 也就三四个小时 他说我们在底下做工作的 我们哪能够偷懒啊 我们就应该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心 就从卫生部开始 他根本不要秘书 所有的汇报的东西 所有的东西全是他一个人自己能 一直到1983年 陈正然是他第一个秘书 在那之前他不用秘书 黄定辰1979年当选为 中国志工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在他的带领下 志工党充分发挥联系海外华侨的桥梁作用 在巩固发展爱国统一战线 积极动员华侨参加祖国建设等方面 做出了不懈努力 黄启明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告诉记者 受父亲影响 他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 才能拯救中国 才能富强中国 而中国共产党的100年历程 也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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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